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它說四瘦的PE 就是聚乙烯 聚乙烯的話呢 它是由這個乙烯 乙烯聚合而成的 這是乙烯 的那個化學室 然後 聚乙烯如何聚成的 就是說這個 本來兩架的 把它打斷以後的話呢 跑到這邊來 接到 下面的 本來是什麼呢 本來是什麼呢 本來是兩架的 兩架打斷以後接到這邊來以後 然後一直這樣接上去 一直這樣接下去 這個是 由乙烯聚合而成的 那現在他說 何者正確啊 A選項 有許多乙烯小分子 混合什麼 不是啦 是那個混合的話是什麼呢 是這個 他們之間的話 把它給 他們還是獨立的 這樣的話才就混合起來 這樣的話才就混合起來 那它現在什麼 它現在是化合起來的 這個的話跑到這邊來 這個的話跑到這邊去 然後這樣聚合起來 把它連結起來 所以不是混合 它是呢 這個化合 那因為它連結的長度很大 所以我們說是聚合 我用聚合這兩個字 聚合這兩個字的話 通常是用在那個什麼呢 分子量呢 沒有固定的那個大分子身上 那我們叫做聚合 事實上就是化合 所以它的混合這是不對的 不是混合 好 再來我們看呢 比選項 否則一種 熱固性 結果不是錯 熱固性的話是網狀的 是像這種的 網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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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網狀的 但是這是鏈狀的 所以這是熱塑性聚合物 不是網狀的 不是熱固性的 所以這也是錯的 它說熱固性是錯的 這樣看呢 C選項 其化學性質跟乙C相似 這個當然不對啦 乙C的話中間這個是兩架 但是聚乙C的話呢 這裡是變成一架 所以不一樣 已經經過化學變化了 所以性質是不一樣 乙C它是小分子 聚乙C的話它是大分子 這樣看呢 C C的話是錯的 化學性質跟乙C相似是錯的 這樣看呢 第一選項 微長鏈狀聚合物 這個對 長鏈狀聚合物 可以回收再利用這個對 因為它是熱塑性的 所以可以再回收 如果是熱固性的話 就不能再回收了 所以這一題答案應該要選D 再次回收了 再次回收了 好